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黄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产品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丽杰谈起前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大陆领导人 即将在G团体峰会期间会面 美中贸易纷争的演变 对股市带有哪些影响 此外台股目前站稳在万点之上 台湾的中小型企业表现 有哪些关注重点呢 请问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 访问到财讯双周刊记者 图玉君为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 玉君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财新杂志的记者义君 义君 我们看到美中贸易战双方先后是 祭出了一波波加征 关税等等的措施 这对全球经贸还有金融市场 带来不少影响 不过随着的川习会即将召开 好像出现了一些合管的迹象 那我们在台股近期有哪些 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是因为最近原本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其实好像有一阵子 台股真的就是急跌 那很多大型股 其实都已经往下杀 但是其实我发现 我最近这阵子 因为纯美贸易战友 好像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曙光 然后再加上那个联准会 这边有一个降息的异象 所以带动这个整个台股 好像有大型股带头 又重新往上走了一个趋势 可是在这一波当中 我们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其实除了大型股之外 有一些中小型股 对我们认为说 搞不好具有未来潜力成为大型股的个股 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外资的重新回头买超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这一波其实大家除了不仅可以关注 在中美贸易战这一个比较缓和监视之下 除了大型股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中小型股 其实是投资人可以关注的 是 依君您刚刚谈到大型跟中型还有小型股 这是按照市值来区分 那目前台股中大型股占了多少的市值呢 我们现在目前观察到 现在目前大型股其实占台股 大概有56%的市值 其实非常大 可惜像是中小型股 其实大概也是占中型股有28% 然后小型股有16% 其实位于台股市值 也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趴走 是 那依君 这个大型股占比超过了一半以上 那你怎么样观察 近期这个台股中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的一些表现 有出现哪些的趋势变化 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如果我们以去年的获利状况来看 大型股其实虽然占了市值56% 可是他们在获利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占到58% 那等于是说 其实虽然现在中小型股的市值 还是有极其直追 可是在获利的部分 就很明显还是大者很大的现象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 应该说在从2005年台湾入魔之后 很多中小型股 其实他们是非常有表现的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在这一波大型股 现在大整恒大趋势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关注一些 其实市值会一直慢慢往上涨的中小型股 那这些中小型股 因为其实他们的市值比较轻盈嘛 所以在股价表现上 如果投资人可以好好的关注 这些中小型股 就只要买对啊 就是那个波动 或者是你赚的获益 就会非常可观 可是如果你在买这个股票之前 我们就是要去 知道说这些中小型股 到底是不是有这些基本面 还有现在一些趋势流行 比如说我们会很重视 ESG啊 ZR之类的东西 如果这些中小型股 他们真的有做好的话 其实如果有一些外资 他们就会觉得 这些中小型股有做好这些企业的治理 或者是一些环境的绿色金融 那要买进的话 去买进这些中小型股 一君你刚刚谈到说 大型股就占了这个过半的市值 那这个资本市场 是不是有朝向大型股 其中的一个方向发展呢 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说 中小型股 看是不是有未来 也可以往大型股 集中的趋势 因为现在我们在投资的部分 其实投资人 不仅你们要看到 中小型股的一个契机 然后而且外资他们其实也在寻找一些有潜力的中小型股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现在外资他们想要投资的时候 他们会尊找一个所谓的MIFI2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是去年欧洲 他们规范了一个措施 就是说简单来讲 使用在台湾的话 就是外资如果他们想要投资台股 那他们就会参考一些报告 可是这些报告啊 现在几乎都是以大型股居多 因为外资他们要付费去买报告嘛 那如果我现在要买报告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不如就是去买一些台股具有潜力 具有充量级角色的报告 那就会变成是说 虽然这些中小型股 他们很有潜力 但是他们不会被外资看见 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去挖掘这些中小型股 然后又有外资加持的话 就是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 而且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的台积电或是大力光 郁君那刚刚谈到外资会关注相关的一些报告 那外资对于这个中小企业 他可能还会关注哪些部分 让这些中小企业在被投资市场投资人所关注 是因为现在全球他们兴起所谓的ESG的投资 就是说有一些企业 你一定要做好环境啊 社会啊 或者是公司治理三个面向 那如果说你没有找这东西 外资可能就不会想要去考虑到 就算你的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没有做好的话 那外资也不会考虑投资你 但是因为现在中小型 在对于ESG这上面的一些规范 因为要符合ESG潮流 那个标准啊 或者是订定就比较严格 但是中小型股的话 要符合这些就会比较 比较难以达到 那另外一个是说 在公司的结构上面啊 其实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小型股都是以家族企业去多 那外资如果在考虑要买进这些个股的话 会觉得说家族色彩太重的个股会不会是一个比较需要再多多考虑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说在近几年我们都会发现到说中小型股其实都在面临了 就算基本面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在不管是ESG或者是公司本身的一些结构上面 好像都面临了一些问题 一君那您刚刚帮我们谈到这几个状况 这个中小型企业它未来如果要发展 要想从小转中或中转大的话 这在哪方面继续加强 可以有机会获得市场长期的信赖呢 我们就是希望这些中小型个股啊 就是一定要符合这些可以往ESG这边可以来买进 可以更重视不管是企业治理或者是环保或者是社会的一些角度 可以更符合目前现在投资的期待 然后另一方面呢 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家族化的老化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嘛 因为像我们可以发现说台股现在30年以上 就是家族企业其实占比有超过五成 那等于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些家族比较老化 或者是家族化色彩过重的企业 可以慢慢的在中小型这边比较偏淡 那是不是企业外资就会更喜欢投资这些个股 那中小型股只要有了外资的加持 他们只要不断买进那股价就可能往上涨 市值就会往上增加 那它未来就会成为可能成为一个更耀眼的大型股 是非常谢谢义君为我们的观察说明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财讯双周刊的记者图义君 针对在美中贸易战纷争的演变之下台股近期的一些表现 而其中呢台湾的中小型企业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如何可以获得投资人长期的青睐 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义君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